台風掃過高雄市區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在男子的這一處透天錯樓上 竟然有一個超大的鐵架 嚇壞了附近居民 我還想說是誰在鐵門被捲拍 怕它掉下來 會啊會啊會啊 聽到噗嚨噗嚨好大好大聲 啊然後呢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以為是外面出什麼狀況 因為我們離馬路里進來 居民表示說 昨天晚上有聽到 叮叮叮叮的聲音 還以為是附近的這個馬路上 是不是有出了什麼狀況 後來呢 早上天亮了才發現 竟然是有一個超大鐵架 就懸掛在這個四樓頂的地方 這一棟透天錯 其實居民表示說 樓下是出租店面 中間呢是租給了學生 在頂樓的地方呢 疑似是有加蓋 捲一個曬衣的鐵架 不過呢 因為強勁的風勢 導致這整個曬衣架 是整個掀開來 甚至是180度的掉在這個屋頂上 壓壞了這一個水塔 目前呢 根據了解 其實下午的時候 等到風雨過後 將會找這一個大型吊車 來做處理 但是這個鐵架 懸掛在屋頂的畫面 讓附近的住戶 都覺得怕怕的